大家好,我是吴博士 今天我们介绍两个减肥的工具 血糖指数和血糖负荷 这两个免费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管理血糖 帮助减肥 甚至还能逆转糖尿病前期预防糖尿病 人体每天要摄入大量的糖类 随着主食、水果、饮料和淀粉之食物 其中所含的糖类进入体内 最简单的糖是单糖 常见的有葡萄糖、果糖、半乳糖 糖类又叫碳水化合物 这是因为糖类看起来好像是由碳加水构成的 其中氢和氧的比例是2比1 就像水一样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名称将错就错一直沿用了下来 食物中的葡萄糖 经过肠道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后 就叫血糖 它来自于食物 血糖为大脑、肌肉和各种生理活动提供能量 有了供应的能量 大脑才能思考、记忆和决策 心脏才能跳动 氧气和营养物质才能输送到 从头到脚的每一个细胞 没有食物中的糖类 人体就无法生存 当一个人喝着可乐 吃完一堆榨薯条和汉堡 然后在沙发上对着电视机坐一下午 身体生理活动所消耗的能量 远远小于从食物中获取的 身体有过量的葡萄糖 血液中的葡萄糖刺激一线释放胰岛素 胰岛素随后触发肝脏细胞和肌肉细胞摄取葡萄糖 把多余的葡萄糖以糖原的形式储存在肝脏和肌肉中 在吃过饭的四五个小时以后 人体因为能量消耗 食物没有及时补充 血糖浓度会下降 一线就会释放移高血糖素 把肝脏把储存的肝糖原分解成葡萄糖 重新释放回血液中 补充血糖浓度的降低 如果身体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太多 超过了肝脏和肌肉的储存能力 过量的葡萄糖会在胰岛素的帮助下转化为脂肪酸 循环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脂肪组织中 这样腰围、臀围就自然增大了 说明摄入的糖类超过身体的需要了 当然肝脏中也会堆积过量的脂肪形成脂肪肝 所以摄入过量的糖类或者叫碳水化合物使人肥胖 高碳水化合物摄入引起的脂肪肝 与过量饮酒一样严重 而且会导致包括二型糖尿病在内的各种疾病 而糖尿病就是一种血糖过高时发生的疾病 一型糖尿病身体不能产生胰岛素 二型糖尿病虽然能产生胰岛素 但是身体不能很好地利用胰岛素 血糖也不能维持在正常水平 一些孕妇在怀孕后发展成妊娠糖尿病 更多的人处于糖尿病前期 虽然还达不到糖尿病的标准 但是血糖水平超过正常水平 其中有一小部分最终会发展成糖尿病 身体长期高血糖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 口渴 频繁地排尿 视野模糊 更加饥饿 双脚麻木 身体疲劳 皮肤伤口不容易愈合 还可能诱发心脏病 中分 肾脏损害 神经损伤 失明和节肢 血糖升高也会影响睡眠 发生睡眠呼吸暂停的几率也会增高 葡萄糖是细胞的主要能源 但是在食物中还经常包括果糖 这也是一种单糖 这只能在肝脏中代谢 转变成葡萄糖 而且它不受胰岛素的调节 可以转变为脂肪 果糖的甜味比葡萄糖要强 水果中大多含有果糖 果糖最多的来源是蔗糖 一分子蔗糖是由一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果糖构成的 所以蔗糖中一半是葡萄糖一半是果糖 水果中的果糖是无法避免的 少量食用也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很多加工食物添加了很多含有果糖的甜味剂 这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 这是导致肥胖的一个原因 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人们防止碳水化合物的过量摄入呢 为了测量每一种食物是怎样影响血糖水平的 人们发明了血糖指数这个工具 也叫血糖生成指数 也有人称为生糖指数 当人们吃进去了食物 就会生成新的血糖 引起血糖的升高 继而引起胰岛素升高 血糖指数就是一系列的数字 来表示它对血糖的影响 比如普通咖啡50 芹菜15 胡萝卜47 鹰嘴豆28 牛奶27 大麦25 牛肉汉堡66 可口可乐63 葡萄糖100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相对比值 一定数量的食物进入体内 引起血糖上升的值 跟葡萄糖也就是血糖相比 获得的比值再乘100 就是血糖指数 比如葡萄糖是100 牛奶是27 普通咖啡是50 很显然 血糖指数高的食物消化吸收快 引起血糖升高的能力强 比如面包70 是很理想地让血糖快速升高的食物 而血糖指数低的食物 吸收消化慢 引起血糖缓慢升高 胰岛素水平也降低 比如西兰花10 因为它含有大量纤维素 热量也不高 血糖升高不明显 血糖升高带来的是胰岛素的升高 通常按血糖指数 把食物划分成三类 低血糖指数15 GI值小于55 它们会让血糖升高 而且升高的幅度有限 比如芋头 芹菜 胡萝卜 鹰嘴豆 牛奶 大麦 中度血糖指数食物 GI值大于55 小于70 它们会导致血糖水平以中等幅度上升 常见的比如香蕉 樊木瓜 菠萝 甜玉米 红薯 杏子 高血糖指数食物 GI值大于70 它们会导致血糖水平快速上升 比如白面包 爆米花 榨薯条 烤土豆 南瓜 西瓜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类食物呢 当然是低血糖指数的食物 首先低血糖指数是食物热量低 纤维素比例高 可以获得除了碳水化合物的其他营养物质 帮助减肥 是长期体重控制的最佳食物 其次 低血糖指数的食物 也为预防心脏病 糖尿病 甚至癌症提供了条件 帮助健康怀孕 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 低血糖指数也是控制血糖 降低胰岛素抵抗 和减小长期并发症的重要因素 但是不要以为 一大堆低血糖指数的食物 组成的饮食 就一定是低血糖指数饮食 实际上 单个食物的血糖指数 和有许多食物组成的一餐饮食 血糖指数是不同的 为了降低心脏病 高血压 糖尿病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把不同食物组成的饮食的血糖指数 控制在45以内才是有意义的 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糖 一些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降低饮食的血糖指数 比如把水作为饮料的第一选择 少喝血糖指数高的可乐 啤酒等含糖饮料 用血糖指数低的麦片 代替早餐中血糖指数高的面包 用牛奶代替大米粥 多加醋来降低食物的血糖指数 血糖指数高的食物 搭配血糖指数低的食物 也会降低平均血糖指数 土豆会迅速升高血糖 但是搭配上绿色蔬菜或豆角 会降低血糖升高的速度 从几秒延迟到几十分钟 才达到血糖峰值 有了血糖指数这个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选择合适的食物 那是不是选择了一大堆低血糖指数的食物 就完全不用担心血糖升高 放心享用了呢 恐怕不能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考虑每份食物的分量 西瓜的血糖指数是72 属于高血糖指数食物 但是一份120克的西瓜 对血糖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因为它数量少 有些食物虽然血糖指数小 苹果38 可是两三份累积起来 血糖升高的效果远远超过西瓜 所以只有血糖指数 还不足以衡量食物对血糖的影响 于是人们又发明了另一个工具 叫做血糖负荷 它把食物对血糖的影响和食物的数量 都考虑在内了 血糖负荷等于血糖指数 乘食物所含的碳水化合物的量 除100 血糖负荷也是用数字来表示的 比如苹果6 西瓜4 土豆12 菠萝汁15 胡萝卜3 榨薯条22 一个单位的血糖负荷相当于一颗葡萄糖引起的血糖反应 根据血糖负荷的大小 我们也可以把各种食物的血糖负荷划分成三类 低血糖负荷食物 介而值小于10 它们会引起血糖缓慢升高 但是升高幅度有限 比如番茄汁 西瓜 大麦全麦面包 青豆 胡萝卜 冰淇淋 中度血糖负荷食物 介而值大于10 小于20 会导致血糖以中等速度上升 比如猪土豆 红薯 黑豆汤 方便面 意大利面 寿司 高血糖负荷食物 介而值大于20 引起血糖水平迅速上升 比如黄油面包 米粉 椰枣 葡萄干 玉米意大利面 面条 从血糖负荷数值上可以发现 豆类的血糖负荷普遍较低 而各种面食的血糖负荷较高 每个人每天所有的饮食血糖负荷总的数量大概是100 不同的人在60到180之间变化 可以把每种食物的血糖负荷加起来 计算一天总的血糖负荷 用用血糖负荷 一定不要忘了食物的数量 血糖指数强调每种食物的质量 血糖负荷强调食物的数量 一般来说 血糖指数高的食物 相应的血糖负荷也高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与食物的数量还有关系 摄入大量低血糖指数的食物升高血糖的效果跟少量食用高血糖指数的食物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两个参数的时候可以综合起来考虑 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拒绝高血糖指数的食物 至少我们不要把所有高血糖指数的食物放在一起 把高中低血糖指数的食物搭配在一起 这会降低一顿饮食的平均血糖指数 也就是说食物搭配很重要 搭配意味着平衡 比如在早餐添加燕麦 用全麦面包代替白面包 用西兰花鹰嘴豆搭配意大利面条 在大米中添加藜麦 增加食物蔬菜和水果的比例 主食选择全穀物 在食物中添加少量醋 减少液体食物 选择合适的分量 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 当我们面对美食 犹豫不决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它们的血糖指数和血糖负荷 记住一切都是平衡 我们完全可以在美食和健康中取得平衡 如果没有美食 生活将会缺少很多色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